好 請看一下那個填充底第四題 好不好 請看填充第四題 好 看著看喔 題目說呢 有個人 把這個數字呢 1加2加3加80 用計算機去看加 那結果呢 他肉加了一個 發現總和是3190 那請問你 正確答案是多少 其實就很簡單嘛 你看 1加2加3加到80 請問你總和多少 是不是上比加下比 乘以高 除以二對不對 我們就假設沒有任何漏掉的吧 對不對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 約分約分 是40 所以答案是81 乘以40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是3240 所以第一個答案你算出來 正確答案就是3240 這樣會嗎 結果呢 他什麼東西 他說 他算錯了 變3190 那就很簡單嘛 你把 正確的3240 警調3190 請問你兩個相解是多少 50 所以到底你少按了什麼數字 50 所以你少按就是50 這樣會了嗎 會嗎 OK 這題目就是簡單 就是僵錯就錯 你先把正確的部分 先把它算出來 所以正確的部分是3240 對不對 然後他錯誤的部分呢 是3190 對吧 那你少算的那個答案就是50 就是按那個50 因為他說是少按一個而已 他就要講他少按一個 少按一個嘛 不是少按兩個 如果少按兩個的話 那答案就有很多個了 因為相加是50嘛 那就有太多的可能 對不對 搞不好有可能是什麼 13加上37之類的啊 有可能少加很多 但是因為只有一項耶 但是接下來就是50